你 你别打了 我背 还背不出来 就再加二十戒齿 是 先生 疼吗 抱歉啊 这篇文章 着实难背了些 没事 没事 成为世子半毒 替你受罚是应该的 不过拜托你以后 再多努力一些 那 我们一起去背书吧 好 看了许久 可是入轮呢 母亲大人 这两年 你受苦了 谢母亲担心 但做自己该做的事 不苦的 他命人送你去那么凶险的地方 不曾想 你短短两年 你便能力所于君子堂 我以后会让他不复存在 这是我该做的事 教我这些道理的 正是他 我以后 天下 你更把他 泱子 和你 我该吓 你 我以后 你能力弄 和我 我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原本以为她走了 谁知道 她去找我母亲了 这多少是有点自找没趣 这何止是自找没趣 简直是找死 母亲本来就看她不顺眼 天天想着法子去处置她 她倒好 自己找普通快去 你这夸心很明显嘛 我有吗 不过你别着急 那个沈业啊绝对不简单 她那么费尽心思地进了你们叔府 现在肯定是要好好维护 没准她就去跟树大人讲和了呢 可她嫁进来一看就是别有用心 这太明显了 她说什么我母亲都不会信的呀 你不会想说她诚恳坦荡吧 这两个词可是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虽然她这个人是多有遮掩 但我觉得她对你还是很真诚的 若我生在平常人家 只此一条便够了 可我身为书家的世子 就不能如此思量 程啊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事情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样 还有我们不曾想过的 这才向她做的事啊 你说她哪件事情做的 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呀 没准她出来的时候 你担心的事情就已经解决了 可我母亲明知道她是皇上的人 也会接纳她 慢点 好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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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啊 责罚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成儿做事出阁 你要多提醒她 约束她 她若是有什么不满 你来找我便是了 谢过家主 叫母亲 孩儿谢过母亲大人 来 起来吧 成儿 你日后若是再荒唐 我可绝不轻饶 我 稍后 去把内府的开支账簿交给荣青 行 日后内宅的事都交由荣青打理 嗯 孩儿遵命 容青啊 听说你 厨艺一绝 我从里部回来 定要尝尝 母亲大人放心 孩儿定不负母亲所望 以后咱们书家 定是和美的 这个自然 那孩儿送送你 不用了 你累了一天了 也该歇歇了 成儿送我就好 孩儿不累 那孩儿先去帮母亲大人 准备膳食 嗯 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 母亲 今天天气不错 亲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哦 跟荣青说 晚上一起吃饭 母亲 母亲这般和气 可是对沈爷 动了杀意 是如何 无事又如何 还请母亲再三思量 孩儿与她并未再生情愫 况且她的背景复杂 绝无杀意 你要好好跟她过日子 对她好一些 省得你老师 总在我面前念叨 不管她是苏荣青 还是沈夜 都已经是我们书家的人了 而是苏荣青 你不算是苏荣青 没有是苏荣青 没有人 我来襄荣青 你不要发现苏荣青 那是苏荣青 对 记住大人稍等 菜一会就好了 世子放心 南澈定当尽全力 为世子自好这顿饭 这顿饭反正也是给母亲大人做的 世子也未必会吃 你怎知我不会吃 这肚子里的问题没有一百 也得有八十了吧 早就撑着了 你可是学了什么 乱人心智的邪门本事 可是什么时候 给我母亲下了迷魂药 那这顿饭 总会有问题了吧 世子放心 南澈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放心哦 南澈的先祖 曾经是宫中掌管玉石的 饭中下毒这种事 她是不可能做的 莫说是她 就算是我要在这份中下毒 恐怕她都跟我翻领 那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 让我母亲 有了这般变怀 是母亲大人充分感受到了我对你的情谊 我同母亲大人说 我是活生生进的书家 我要走 只能变成尸首给抬出去 总之 我就是那种离开你会死的人 如此一来 是我母亲被你感动到了 莫说是母亲大人 就连我自己都被感动了 记住大人 有没有也很感动 你受得起 我太感动了 别 你受得起 我佩服了 我佩服了 还有些晕乎乎 想吃点清淡的 我佩服了 兄长 糊了 做你的饭去 尝尝这个 容卿厨艺 果然出众啊 可见苏琪所言不虚啊 母亲大人严重了 合您胃口就好 合合合 本想着 吃完了饭之后啊 再去忙忙宫室 我忙了 歇一歇 如此佳肴 当配美酒啊 容卿帮母亲大人买上 这杯 容卿敬礼 来 来 若是母亲大人优雅性的话 那容卿 愿为母亲大人 俯上一群 哎呦 那可太好了 我们家承儿啊 有你这样的主君 真是他的福分 就是怕 你过于操劳啊 哎 母亲大人这是哪里话 能为七主大人和母亲大人 俯上一群 那是容卿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来来来 抱歉 昨天喝多了酒 有点想吐 你们继续 继续 好 稍等 我们 是一直很 ще 然后 我们 还有 od 有 我 在 我们 我们 Carter 很 已经在整理账目了 你倒是手快 都是谨遵母亲大人的教诲 不敢怠慢 这碧雨的先辈 都行走于户部 论起算账 我也只能给他打打下手 以后府内大大小小的账 交到碧雨手中 一定是算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世子 少主君的东西 都已经收拾仔细了 我也遵母亲的话 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 那便好好过 今日就搬过去 兄长 这个账 你不想 好好整理吧 若有不清楚的地方 等学长回来 不 直接烧了 烧了 你不问 Cu 无论 是 好的 别 你死之后 就在这里 向里面的人谢罪吧 我 我与你肃无瓜葛 究竟有什么缘程 而且 而且和这里面的人 有何感谢 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我下次毒手 毒手 你们慕容家 他下的才是毒手 我 沈松 住手 三姐姐救我 我说了 想要报仇 就从他开始 要杀他的人不是我 是你 只要你杀他明智 我甚至可以继续履行我们的婚约 不要 这是本世子第一次入抛储 看得出来 但我看不出这究竟是什么材 是 我特意问过厨子的 这个是 这个 奇了怪了 怎么现在一个颜色 不重要 七主大人有这份心意 我就很满足了 自打成婚以来呢 你过得很辛苦 本世子也该有这样的心意 况且 你现在已经完全倒向了我们书家 这很好 我很高兴 七主大人现在高兴了 抱歉 稍等一下 怎么样 现在够高兴了吗 可以 那吃吧 你的母亲慕容于 从发誓要将家属之位还给她 是这样吧 是 是 那为何又将她赶出家门 你们从来没有选过还位给她 是不是 你们为了霸占这个位置 还对她做了什么 自己告诉她 三姐姐 真的不管我的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除了她 还有她的生母慕容红 你的母亲又对她做了什么 够了 你说的话 我半点都不信 三姐姐 我错了 你救救我 我 我替母亲向你道歉 我保证 我保证有你回慕容家 沈总 我再说一遍 你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了 你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了 你若杀了她 先杀了我 你为了回慕容家 确实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就是想回家 我有错吗 我 你们慕容家 迟早都会覆灭 一个个杀太麻烦 我会让慕容家 和蓝家一样的下场 你 我知道你有通天的本事 但就算是躺屁当车 我也要来一来 拿好 要么杀了我 要么让我杀了他 沈总 你先把他放下来 杀人 你敢吗 不要逼我 给我 我本以为 你是会变的 还给你 从此以后 我们就真的是仇人了 怎么 不好吃吗 好吃 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 那就好 也不枉我的一番苦心啊 秀术大人 我觉得有些菜做熟了会更好吃 是吗 好 我尝尝 这是秀术大人给我做的 那理应我一人独享 莫不如此 秀术大人若是想审问的话 那我们边吹边打 如何 也说不上是审问 只是突然间 你和我母亲的关系这么和睦 我 尽重不安 哪有秀术大人会因为家庭和睦 而寻众不安啊 若是寻常人家 当然是以和为鬼 但在这个家里 所以我想知道 你和我母亲 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是吗 我是皇上的人 旗主会挠我 而如今我跟母亲大人关系和睦 旗主大人也会心中不安 你不想我站在皇上那边 对付书家 也不想我站在书家这边 略略皇上 因为皇上不会放过书家 而书家也必然不会交权 两虎相争 必有损伤 而伤得最重的 还是大楚的百姓 所以你一直在权衡两边 力求心安 为此 你一直在难为自己 什么交易 什么交易 什么立场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让你不再左右为难 不再顾及旁人 只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是这件事情 太难了 难的事情不交给我 你还指望谁呢 如今母亲大人那边 已经不需要担心了 而皇上那边 我也自有安排 而你 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 生活变好 相信我 我能做到的 只是 现在不成了 记住大人切记 以后做饭 真的得作手 吹牛做不成 也不用这样吧 你这手段也太低励了 不过有你这番话呢 我还是很开心的 侯渊 那 去给他 把府衣请过来吧 丹风 去把太医请来吧 是 很好 做得很好 你没有逞强报复 而是把来龙去脉 告语为娘厅 足见我儿成熟了 母亲啊 那个沈从身份 肯定不一般 连同那个沈夜 也绝非等钱之辈 孩儿不敢贸然行事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不久便会有结果 若是真有威胁 还需从长计议 小心行事 那三姐 不 那个逆子 我们该怎么办 还是要客气一些 告诉她 若要好好表现 我会考虑 让她重回家门 母亲啊 她在沈从的心里 还是有地位的 或许真的有地方 能用得上 你的伤好像呢 皮外伤 不打紧 谢谢你们的安排 我可以回慕容家了 虽然迂回了一些 但或许更有趣 冤有头 债有主 我是想报仇 但是我不会 祸害家门 对啊 事后你还要做家主呢 其实 只要报了仇 慕容家与兰家的恩怨 便轻了 你我之间 并不错 慕容家 和我们之间的婚约 你只能选一个 这是可以商量的 不是吧 你仍然态度如此艰巨 为何又要来见我 或许 我想让你再选一次 对不起 他给我 我 这是 我们好像雪酒 没有这么整齐地聚过了 兄长未恙 我们自然得来照顾 只是 沈从这秦潭的 烦乱得紧 并不利于兄长敬仰 而不得了 算你时间干活吧 管别人做什么呀 我不要 不要 事情都做完了 其实 她做慕容家的家主 只要她还是慕容家的人 我们就势不两立 即便是成了 也只不过是陌路人罢了 反正 她选择了家主之位 两个这么执拗的人 偏要一起做事 别挂歪了啊 见过七主 好些了 好 好些了 但是还不至于到 尝试第二次的地步 这次给你准备的 不是吃食 也不能完全怪我 我也不知道 有些食物还有相克这一说 哪些不能生吃 哪些不能生熟相伴 况且是生是熟 我也是分不清的 好了好了 不提了 这次给你煎了药 有人指导 保证安全 来 可有人提醒过七主 这喝药也不需要喝得太饱 我盼着你快点好 所以多做了一些 来 但是 这药喝完 我怕是没病也有病了 那是我自作多情了 那是我自作多情了 到了吧 别别别 别到 这到了干嘛 多可惜啊 留着慢慢喝 慢慢喝 这些是做什么的 本来想全部整理好了 再请你过来看的 如今看看也无妨 这金色的是皇帝的人马 这红色的是书家的地头 我母亲从不干预朝政 但是所有的奏折 都由太学院备录 我自又就随着母亲抄奏折 久而久之便有了这些见解 还请七主查验执政 这兵部的几个主事 都是我书家的人 不可能 他们明明都有着皇室的血脉 五年前 他们贪末的罪证便已被查实 但家主非得没有怪罪 反而安排他们的子弟 进入了军部 执掌军粮 不治理贪末 反而助长 我书家不会做这样的事 言重了 只是控制 至于此后能贪多少 如何行事 就由书家说了算 你住口 你住口 相关的折子和调动都在这儿 联系起来便能洞悉一二了 是 即便如此 也是我母亲另有安排 她迟早会惩治的 那些黄色的牌子上的世家 都是皇上的人 家主在布局 皇上也在布局 慕容家在青州 有两个太守 并且曾与白家军携阵过边赛 但慕容于 一直安排他们 与大安国私通 通敌 什么呀 皇上是知道的 且皇上也肯定 权臣养寇 皇上也可以 并且上次大燕国绑架你的事 慕容家也参与了 如今茶堂的势力 如狼牙交错 看似平稳 实则也烂入了根基 你同我说这些做什么 是 以七主的志向 难道不想去府出毒吗 我当然想了 可是 既然想 那就做 我同七主一起 如何 就是纸上谈兵 做游戏而已吧 是对弈 是较量 也是下棋 总比在内官面前假装恩爱 是我辽波要强很多吧 你还敢说 当着内官的面 你竟然敢拉着我 肆意朝这 内官 此事我与七主大人在做什么呀 世子与主君在休目恩爱 树下许愿 为陛下和百姓祈福 绝无僭越之事 上次你去了一趟欢楼 皇上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却将休目之期延长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 七主大人想怎么过 好 像这样的奏折还有吗 我要回去做 做一下功课 我稍后命人给你送过去 但是这一次 七主大人可得好好准备一下 我可不会留情面的 这样最好 你没有背着我做别的事吧 咱们的大事就要开始了吗 我知道你很期待 但请你装得冷静一些 莫要惊扰到我家七主 在他眼里 这只是场游戏 不是真的 好 那与兄长的气势 世子煎的药 您怕是都要喝了吧 不是 说得好 你喝 不是 兄长 你在他 要看的东西太多了吗 是很多 唯独这些 不用 那你说出来两件 让我陪你一块儿谈 我听到了一些 关于我书家的事 还是些见不得光的事 也听到了一些 令人作有的交易 似乎我大厨 已经烂到根上了 还有别的吗 这两件事 有点太大了 看起来 挺累 对 那就叹一下 他的奇妙吧 听起来像是夸奖 不对啊 不是叹气吗 你怎么就开始夸他了呢 生气归生气 但他这次红我的办法 也算是新花样了 新花样 嗯 哎呀一个游戏罢了 游戏 你 你是不是最近生气 他俩都对我底线降低了呀 一个游戏就能把你哄好 舒成 你清醒一点 不 虽然只是一个游戏 但是却正对我心间 参见七主 准备好了吗 我们这就开始吧 七主不必如此紧张 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我当然知道这是场游戏 但你也说了 不会留情面的 所以我自然要认真一些 我知道眼下这种平静是暂时的 总会有一天激化 到时必是血雨腥风 我一点也不可怜那些最有应得的人 但这种斗争 会有多少人含冤 有多少官员被迫战队 到时候伤及国本 连带百姓遭殃 如今的大处朝堂中毒已深 但是七主在此 定能及时驱毒 我哪里有这个本事啊 我就是不想看到那些奸宁逍遥 我做不了主 控制不了局面 如今 你就只能在这里指上谈兵了 七主无需多虑 就当是提前积攒经验 这游戏怎么玩啊 他们就是那些只想做事 不想争权的清流 还有一些微入仕途的世家弟子 各怨学子 白色为清流 红色为书家 黄色则为皇家 以朝堂为局 这些为棋子 重新布出一个清明的局面 但是切记 一定要维持平衡 既不让自己失事 也要给对方留有余地 你取下一个牌子 我便相应也取下一个牌子 保持平衡 看似是竞争 实则是合作 输赢都不成 这便有气了 各ony 有道理 传以为此人可信 可以以控制 老臣认为此事不可 还请陛下三思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孙琳娜 拿下来 这个 陛下 青州刺史一事 还望尽快定夺 不妥 青州乃大储重地 不可轻易调换人选 陛下 陈以为此事还需再做商议 请陛下定夺 调慕容一家出京城 外送 青州 如何 理由呢 调他们出京城 方便朝中暗中调查 慕容于的罪责 远离朝堂可以让他心慌 如此一来 可能会自乱阵脚 莫忘了 这新的刺史 我们早就换了 你就不怕慕容于更加起义吗 新刺史 是嘉诚侯的后裔 杨慕 此人虽有着皇室血脉 但是出自太学府 为人刚指 不属于任何一派 可他与书家屋半点关系 你敢用他吗 须知 青州乃慕容家老朝 他就是最好的人选 此人呢远离纷争 却熟知百姓之事 他之前的请恩哲子 我都看过了 确实是个运筹的人才 有他和白家打配合 鞭塞无忧 百姓可得安居 一定能够掣蜂容家 七主果然聪慧 禀报世子 兄长 家主拙人 我们寻世子去虚化 我去瞧瞧 稍等 家主好像有些着急 才刚过两天安心的日子 又得挨忙 去请三小姐过来吧 也差不多该开始了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与月光交接 愿此生并肩 将时光转刻成诗篇 我承受于你 分月千万遍 怪相念太空 只不知我情愿沦陷 你把一生雪 让爱温暖 这瞬间 这一步瞬间 相思细向前 与天地之间 心所向左的路边 陪你到永远 变红红遍连 这世间纷扰天空间 我心永不变 生万遇千年 让爱围绕你心弦 让爱围绕你心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